就像裝上火箭炮 台股直直衝上雲霄 28號開盤跳空上漲363點 15分鐘內攻上13000點大關 指數最高來到13031點 寫下歷史性一刻 當是可能的 原則上這個行情 從卸健隊來看的話 還是有機會再往上攻 台股大爆衝都受惠於 台積電領長的電子股族群 台積電連續兩天觸及漲停 早盤飆到466.5元 主因就在美國大廠英特爾 在半導體製程落後 不論是長線或是短線 台積電都備受看好 台積電領這邊製程的落後 極有可能台積電會是一個 最主要的受惠者 受到轉單的效應 台積電有專門的高階的主管 就為了台積電的這些用水用 跟政府成立平台 不過台積電在觸及漲停之後 賣壓隨即出籠 開高走低態勢也帶動大盤下跌 大力光也在小漲之後跌升 金融股傳產則是表現平平 在台股大熱的背後 投資人恐怕還是得實時警惕